原标题 台湾回归问题的解决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台湾回归 政治上的回归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回归 其中国化 民进党在公开干 而国民党则在悄悄干 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变化 其对台独政策因为美国和日本 有打压也转向放任 如今在台湾加速 在去中国化的同时 他们在西化 也就是在台湾持续灌输和培养西方人的价值观 培养对西方的认同感 价值观改造和思想更换 也是美国对台战控制的一环 上兵伐谋 思想洗脑 也是一种高级的战略控制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用武统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将中国内战在60多年后重启 继续打完 反对武统的人们 其主要理由就是为美国因素 也就是一旦出兵攻台 美国毁军事援助台湾 甚至站在台湾军队一边与我国作战 从而阻挠中国统一 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参战的可能性 一旦中国内战继续 美国首先要考虑的是 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后果 一旦美国插手中国内战 首先是会引起13亿中国人民的愤怒 这种愤怒和民族感情会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美国战斗到底 美国敢于参与中国内战吗 和一个13亿人口的古老民族不死不休 其次 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开战 美国何以保证战争不会升级 发展成何大战 换言之 美国会为了台湾和中国拼命吗 即使是常规战争 美国准备打多久 有没有钱打下去 台湾问题的解决 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战争不是美国的选项 而对我们而言只是选项之一 我们为了祖国统一自然不拘一战 但是非不得已 我们也不应选择开战 因为在以武力违背选手段的前提下 祖国的和平统一仍有可能 不战而屈人之音 善之善者也 而且美国是个商人国家 战争是为商人的利润服务的 打仗首先得对美国商人有利 也就是投入可产出的对比 如果对美国的华尔街大坑们没任何好处 华尔街大坑们不会出钱 也就是美国的战费从哪里来 再次战争还有输赢问题 美国参与进来 有打赢中国的把握吗 在东亚大陆边缘和中国开战 美国已经有了两次教训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竞赛 也是经济的竞赛 何况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由此 一旦中美开战 为欧俄和中东诸国所乐见 欧洲必然抓住时机重新武装 俄罗斯会趁机恢复扩大原苏联势力范围 中东诸国会脱离美国自立 日本也会趁机正常国家化 同时摆脱美国控制 这就意味着战火点燃 美国的霸权也就宣告终结 这种战略后果美国人现在有勇气面对 在当前阶段 美国仍然不肯放弃世界霸权 台湾对我们而言是合心利益 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工具或者其次 美国不会为了台湾和中国大战 美国不仅不会为了台湾和中国开战 甚至也不会为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拼命 看看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就知道了 即使美国把全部军队都集中到东亚 也不过是拿来唬人的 一旦中美开战 美国准备付出什么代价和中国打下去 因为他们被美国的炫耀武力吓住了 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任何战争 也就极力反对战争选项 他们实际上在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 为美国继续控制台湾祖国实际分裂创造条件 他们唱着和平主义的高调 自然也就对我国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选项 在我们划定台湾回归最后实现的前提下 如果美国企图将台湾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化 我们就有必要巡押投行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令其无造的应对措施 美国不给我们就自己去拿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必要赌博台湾海峡 收回我们自己的领土主权 实现国家统一 笔者专注研究国际经济形势 投资更要顺应趋势 如果你刚刚入市 来找我 我教你 如果你已经身在其中却并不理想 来找我 我拉你 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却遍体鳞伤 来找我 我帮你 不能保证你一夜翻舱八家致富 但希望能细水长流 汇聚江海 用心做事 态度做人 希望能成为良师一友 操担的朋友 如果止损点位已经过了 行情已经反转 就没必要再去硬抗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误影响你的心情 小损一扇安全离场 盯准目标或将力挽狂澜 解答和应急不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 不同仓位不同点位策略不尽相同 本文不做一一阐述 可相寻 在机会面前 聪明人永远是宁可抓错 绝不放过 更多讨论交流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五男主义